三名男子恶狠狠手持棍棒 把男大生拖下車 架住脖子帶到旁邊毆打 男大生被打到差點沒命 這是去年11月震驚全台的 馬沙拉蒂行車糾紛案 16日下午再度開庭 沒想到其中兩名惡煞 竟然翻供不認罪 他們全部人都是朝著他的頭部 在攻擊 而且是使命的try 這不是要他的命 不然這是 這是什麼意思呢 翻供的兩人原本承認 共同犯下傷害罪及強制罪 但其中一個改口只承認 要證人不准打電話 並坦誠叫男大生下車 另一人則辯稱 只有推了男大生一下 還說已審時認罪 是為了想和解減刑 而主嫌張敦亮 仍否認有殺人犯意 男大生母親痛斥三名嫌犯說謊 並透露兒子已經不相信司法 很諷刺啊 有那種抱歉的感覺的話 他們為什麼又突然就又翻供了 他也多指向告訴人的媽媽 就是來道歉 然後他當然也是 很後悔所做的這個事情 男大生 早毆打至今已經半年 心肺功能受影響 勢力只能集中一眼 平衡感也回不去了 母子面對未竭的官司 無奈疲憊 只盼司法能盡快還個公道 記者楊生 王世函 台中報導 請來自聽製作詞 明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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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的 感谢观看